全台最大的集體工傷害 已经15年 12日终于一审辩论终结 美国无线电公司阿西耶 在台设厂20多年 却为把清道有机废料 导致严重污染 并造成1000多名员工 集体罹患癌症 有些人已经因此过世 有些人则拖着生病的身体 占出来求私把还一个公道 阿西耶受害员工求传27亿 明年4月宣派 国内油价跌到5年来新低 尽管还是未打机票 客运降价门凯 经过立委施压 交通部一声令下 四道国道客运业者同意降价 以风票价降10到30元 另外银行局调向燃油后 国内线机票可望降100多元 国际线降200元 同时台铁高铁也会调整票价 国中大饭店行政总主主阿继师 经历桃色风波后形象大受影响 今天向平面媒体表示 将退出演艺圈消息 但经纪人随后又出面否认 强调阿继师没有打算退出媒体 也不会辞节目主持 国际朱董世界巡回赛年终总决赛 在泰国曼谷进入第二天赛程 台湾好手陈思宇在U21 21岁以下女子单打四强站 以局数4比2 击败日本14岁天才少女伊特美成 闯进冠军阵 并再以局数4比3 击败日本18岁的前田美优 一举夺怪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